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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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爱把握 有新闻曝光 您这五年来 一直在隐瞒自己 不能雕刻的事情 对此 您是否可以做出回应呢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 叫耳听为虚 眼尽为实 是谣言还是真话 我想 三个月后的金雕奖比赛 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的 没想到 你还是这么在意我哥 又跑到浪费时间了 我的时间 我想怎么浪费就怎么浪费 不用你担心 我来呢是送东西的 今天生日 我准备办一个派对 会邀请很多朋友 希望你也能来 你要是有时间呢 就来 不想来 我也不强求 对了 今年金雕奖 你一定会参加吧 那我是不是应该 提前祝你成功 放心 这次我一定不会输给郭英诚 你可以走了 干嘛 干嘛这么着急让我走 好不容易来一次 这可不是黛克之道啊 你不应该请我喝杯茶什么的 喝吧 喝吧 这么听话 既然你想在这喝茶 那你喝吧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又躲我 没门 我看你要躲到哪里去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 叫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是谣言还是真话 我想 三个月后的金雕奖比赛 真相自然会水落石出的 原来你早就做好打算了 还害得我担心 我就喜欢看你担心我呀 你说得倒是轻松 我真的担心得不得了 那你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 还可以吧 但还不到最佳状态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恢复到最佳状态呢 要不然 我们去避避关 或者去采采风怎么样 你陪在我身边就够了 你陪在我身边就够了 我就能拥有无穷的力量 我请你 虽然怕被人看到 为什么非要跟来呢 这里不适合你 回去吧 这里怎么就不适合我了 我好歹是个演员 我来这里呢 也是接受艺术熏陶的 倒是你 我这次来见你 也没别的心思 就想跟你坦然地做朋友 光明正大的 你说躲着我 太不紳士了吧 我一直也不是什么紳士 那我也不是淑女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咱俩抽味相投 你就不能说个一起相投 毕竟是个演员 乱饮成语也不好 你是觉得我没文化吗 毕竟是个演员 你怎么来了 看画展 难道顾总不需要好好准备 即将开始的竞雕奖比赛吗 魏总都不需要 我就更不需要了 咱们还是看画吧 对对对 看画 看画 这一画叫谋杀 谁能说说 这哪儿谋杀了 这幅画用黑色线条为背景 红色线条 代表了谋杀者的轨迹线 而白色线条 从中央红色色块 朝外扩散 应该代表消失的灵魂 对 公主 你觉得这幅画如何 还可以 线条张扬狂野 虽然是抽象表现着艺风格 但却蕴藏着巧妙的结构 这幅画是不错的 嫂子 你看得出来了吗 看得出来了 说说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好恨 我这辈子 是当不成什么艺术家了 你不用当艺术家 你当艺术家夫人就行了 对不对 哥 顾总现在可真是儿女情长啊 但可别只顾着谈恋爱 把正确给忘了 这次金雕奖 我是有备儿的 你再这样下去 小燕说得太难看 卫总怕是想太多了 从小到大 你还没有赢过我 对 就连谈恋爱这件事情 你也没有赢过我 吴彦成 别太得意啊 敢不敢今天就跟我比比 奉陪到底 我来自得不太快 我再去 那你会比我 我来自得 今天差不多了 我们应该回去吃饭了 秦妹妹 你要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不行 今儿比 我也走了 陈鸣游戏不可取 还是干点正事吧 谈谈恋爱也行啊 这位大哥哥 没偷住的能夹死一只蚊子了 小姨小妈 游戏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墨月 你哥私底下是不是经常来这儿玩 我怎么什么都比不过他 浩东哥 我哥是我哥 你是你 你们原本就是不一样的人 在我心里 你有很多比我哥更厉害的地方 你有什么总想活成跟他一样呢 我们 是不一样的人 你就是顾家的千金吧 那零花钱一定很多了 送给姐姐花吧 我没有钱 别听他瞎说 直接搜身了 嗯 住手 赶紧走 你们想让我告诉教导主任吗 这好像初中不那么想过吗 谁 就是卫视少爷 听说比起很差那个 赶紧走 如果再让我发现你欺负他 小心我揍你们 你没事吧 没事 谢谢你 如果再有人欺负你 你就报我的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卫浩东 卫浩东 卫浩东 浩东哥 你什么时候才能变成 那个内心温柔的你 如果不要紧 我会一直一直陪着你 直到你想明白的那天 去哪儿了 林总 您是在找我吗 您是有什么工作安排吗 没有 那您是 收拾东西 跟我走 去哪儿 到了你就知道 这是你给我租的房子啊 这应该很贵吧 这是我的一处小公寓 你就暂时在这住着吧 可是 我没有很多房租可以给你啊 免费 金屋藏匠 不贵吧 这些姐姐 你还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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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设计 我设计 我设计 我是回事 总裁的头是你能乱摸的吗 不早了 我先走了 注意保持卫生 好的 我的总裁大人 不 应该是房东大人 您找我 你去哪儿了 马上今天要讲了 去看了一个画展找找灵感 找灵感 竟然跟顾家的人找到一起去了 看来你们相处得还挺和谐 我都以为你们是一家人了 您派人跟踪我 悲哀啊 我是你妈 但是你呢 不愿意跟我说话 我也想知道你的行踪 没办法 我只能这样咯 你不要再控制我了 浩东啊 不管你多大 你都是我儿子不是吗 我今天找你来是想告诉你 这次的金雕奖 你一定要隐故严惩 绝不能失败 浩东哥 你为什么总要跟我哥做比较呢 我哥是我哥 你是你 你们原本就是不一样的人 在我心里有很多比我哥更厉害的地方 可你为什么总要活成跟他一样呢 我为什么一定要隐故严惩 我们是不同的人 可以活得不一样 收起你幼稚的想法 你给我牢牢记住你的身份 你是卫士的继承人 你承担着卫士的荣辱 你想当个懦夫没关系 但你不能丢卫士的脸 你明白吗 好 帮我查一个人 好的 我知道了 让他进来吧 有访客 谁啊 这个人你也认识 我认识啊 请进 怎么是你啊 怎么 少姐哥哥 听你这语气好像不太欢迎我的样子 怎么可能呢 我怎么能不欢迎我们小玉娜呢 来 小玉娜 你这出趟国 变得更优雅更迷人了 你这甜言蜜语的功力 可真是一点都没变 言诚哥哥也没变 还是这么优秀 你去见过沐宇了 当然了 我回来第一个去找的就是他 那今天怎么到这儿来了 可以过来见我们吗 我是专情来找言诚哥哥的 有件大好的事情要告发 小玉娜 你可不能区别对待 你现在又不需要我帮忙 我呀刚回来就听了那些乱七八糟的报道 也听说言诚哥哥要参加这一季的金雕奖 所以就赶紧过来了 那你这没怎么帮忙啊 言诚哥哥 你应该知道冷泉是谁吧 冷泉 那位骑士收藏家 没错 我在国外学游画时跟他女儿是好朋友 所以我想向他引荐你 他很欣赏有才华的年轻人 并且收藏了很多骑士 说不定正好能在比赛上用呢 你觉得怎么样 好 那就约个时间一起见一下吧 好 那你等我消息 快来帮帮我 我左手图不顺 好 辛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言成 这位是 这位就是沐宇的闺蜜 就是她帮忙引荐冷泉老师的 言成哥哥 这位是 她是雨萱 是我的女朋友 你好 我叫杜依娜 是一名画家 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你好 我叫寻雨萱 是自由职业 自由职业 也是搞艺术的 跟艺术没什么关系 主要是生活方式类的 那具体是做什么的呀 你这么一说 我更好奇了 我们先进去吧 别让冷泉老师等太久了 都愿我 见到你们太开心了 那言成哥哥 我们进去吧 走吧 言成哥哥 脚这么亲密 怎么了 没事啊 没事啊 走吧 在我这里 都是品质一流的奇事 是我费了很多心血 搜集而来的宝贝 一般情况下 我都不会轻易给别人看 但你们和我的宝贝女儿 关系不错 再加上 我也很欣赏顾总的作品 今天我就破例一次 顾总可以尽情地看看 多谢冷先生 谢谢冷伯伯 怪不得小岚总跟我夸您 我这一生只有两个宝贝 一个是女儿 一个是奇事 顾总 请吧 这一块八零石不错 质地我不懂 但是看她的形状 倒是很像个人 没错 的确很适合 你是说仙女藤天图 不过 她更像是你在我心目中的样子 现在跟少姐学的 嘴这么甜 甜不甜 只有你知道 严谨哥哥 你喜欢哪一块啊 想用蓝雕刻什么 这个 暂时保密 冷先生 可否将这块八零石 割爱卖给我 顾先生的眼睛真堵了 一眼就看中我这堆石头中最金贵的 您这里到处都是极品 只不过这块石头 正适合我要雕刻的东西 顾总 我这里的石头从不买卖 仅供我自己赏玩 冷先生 凡事总有例外 我知道这些石头对于您来说 都是有生命的 同样对于雕刻来说 这些石头也是有灵魂的 而雕刻的意义 正是将这些有趣的灵魂展现给更多人 并且让更多人受益于这些灵魂 这些石头能够被您赏玩 自然是高山流水域之音 但是 终其一生守在这院中 未免有些太孤独了 顾先生 有智慧有大碍 这块石头我可以给你 但是 我有一个要求 您说 这段时间我正想在园中重做景观 既然顾总如此碍石 能否重新帮我摆放这些石头 但 必须靠你一己之力 这么多石头 一个人怎么能行 我们帮着弄吧 人生就是如此 既然有所求就得付出代价 顾总 您意义下如何 没问题 那就好 我就先去忙了 等你弄完 我再来看 雁城 这这么多石头 你一个人能行吗 相信我 芦城 仁京哥哥 累了吧 喝杯水休息一下 谢谢 不客气 燕城 我冲了这么多汗 辛苦了啊 没事 加油 雨萱 你跟燕城哥哥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之前跟他工作过一段时间 当过他的助理 那你一定很出色了 我知道燕城哥哥对工作特别严格 还好吧 他在工作上 其实也没有很凶 你是在哪儿留的学呀 我没有留过学 那你一定上的是国内顶尖的大学吧 也没有 很普通 非常普通 我听说故事集团招人的门槛一向很高 你不会是哪位集团的千金吧 我不是 看来我出国留学这几年 燕城哥哥的喜好变了很多呢 看起来 你很了解你的燕城哥哥呢 是呀 我初中和沐宇就是同学 所以总去他家玩 再加上我们家是专门做展览的 所以两家也会有一些生意上的合作 燕城哥哥一直都对我可好了 雨萱 我说这个也没有其他意思 你可别多想 怎么会呢 燕城一向对妹妹都是很好的 爱屋及乌也是正常的 那雨萱你先坐 我再去找冷伯伯取和情 那就麻烦你了 过过过过 我刘萱 我再来 我必须得及 就算不可 我必须得及及你了 你也不可 甚至不可 你也不许可 你确定我 也不知道 你希望你别加了 就希望你选择 你儿要不可 我只能感受 费用的事 不必了 这些宝贝石头对我来说 都是无价的 您也说过 他们都有灵魂 所以我们不谈买卖 知赠知音 多谢了 不必谢我 我只期待 你能真正诠释出他的灵魂 让他成为一件 巨世无双的作品 恭喜你了 言辰哥哥 那我们今天找个地方 好好庆祝一下吧 今天我有些累了 要不改天吧 我们回家吧 好 我们回家 我去拿东西 那我下次再约你 龙先生 告辞 请 我先去洗澡 一会儿一起吃饭 洗就洗呗 跟我说什么呀 生气了 跟我说什么呀 生气了 明明说好了带我出去玩 结果是去见一个海归大美女 你总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吧 你总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吧 害得我一点准备都没了 你要准备什么 履历比不上别人 我起码可以穿得漂亮一点吧 再说了 你今天一个人搬那么多石头 我也很心疼啊 还有 彦诚哥哥 恭喜你呀 晚上我们一起去吃饭 庆祝一下吧 吃醋了 我哪有吃醋 我吃什么醋呀 那你就吃一点都不担心了 我当然不担心了 你别忘了 我可是学过跆拳道的 你要是敢红杏出墙的话 你信不信我 你这样子 我好害怕的 拿开你的脏手 你今天一天脏死了 身上都是你 反正都已经这么脏了 那就一起戏吧 你松开我 松开我 喂 老板 这么说 这个女孩是顾雁诚的女朋友 看起来顾雁诚对她十分上心 顾氏集团内部 也已经默认了这个未婚妻的身份 平凌女孩 有意思 那接下来我需要做什么 先不急 让我好好想想 好 尼娜 走 严谨哥哥 很抱歉今天临时约你啊 我今天刚好路过你公司 就想着一起吃个饭 正好雨萱也在 真是太好了 哪有啊 今天啊 她非要让我陪她去雕刻 实在是不好意思 你们 不会觉得我多余吧 怎么会呢 我也很希望你来 我刚才已经点了严谨哥哥喜欢吃的菜 雨萱你看看还想吃点什么 你看看 嗯 我觉得啊 今天虽然是依娜约你 但是我们也要谢谢人家 不如 这顿饭就我们来请吧 你说呢 远程 对 还是你考虑的周全 听到了吗 依娜 今天千万不要跟她抢着买单 不然 严谨哥哥 那个画展你也去看了呀 嗯 让我猜猜你最喜欢 女卫老师的画作呢 是不是印象派的春山老师 还有极简主义的文青塔老师 对 他们的作品我很喜欢 虽然画风简单 但是理意深刻 吃饭就吃饭说这些听不懂的干吗 显得自己支持渊博吗 果然 这么多年 严谨哥哥你的喜好还是没有变过 我还担心我说错了呢 看来我还是很了解你的嘛 在别人女朋友面前这样 我虽然不懂画 但我可比你了解她 来 艳成 你吃这份吧 喜欢吗 凭一个新型牛排就想把我打倒 好 雨萱 那个画展你不是也去了吗 你最喜欢女卫老师的画作呀 我好像 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 我去套洗手间 念成 你们先聊 真实觅 徐怡萱 我打听过了 你之前只是严谤哥哥的四季啊 没错 不过 伊娜小姐对我的关注是不是有些太多了 我不是在意你 而是在意你是严谤哥哥的女朋友 这是我 我没想到的 我没想到严诚哥哥因为你 倒是变了不少 没错 人都是会变的 但我还是相信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毕竟 严诚哥哥一直喜欢印象配合极简主义的画作 一直都没有变 所以很难保证 他对如此平凡的你 是不是只是一时兴起呢 自己的角度 该只需要有一些人 继续ヒート 想想想的 他有什么值得 天术 是 有些人 某棋 大小色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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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